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高1 第一冊第一章 可能也是最後一個單元 然後看你們有沒有指數率 我們要介紹絕對值 那這個絕對值就是距離 如果你今天看到絕對值x-3的話 它就是x-3的距離 那我就寫一個句就好了 離的比的話太多了 那舉例來說呢 如果我說絕對值8-5 那是8-5的距離 如果我說絕對值5-8呢 那這是5-8的距離 這樣-3的絕對值還是正3 對不對 因為不管是a到b的距離 還是b到a的距離都是正的 所以絕對值就是距離 x加5呢 x加5的話就是 x到-5的距離 所以沒有錯 我們看到加5就把它轉成-5 所以如果你看到3加2的絕對值 就是3到-2的距離 是5嘛 那如果是絕對值x本人的話 那就是x到0的距離 然後下面這個 我們其實在前面看過了 就是絕對值a啊 我們在前面討論過這個 a平方開根號 a平方開根號的話呢 因為你-3平方開根號會變正3 -3平方是9嘛 開根號是正3 那如果3平方開根號 還是9開根號正3 所以說這個a平方開根號 它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反正就是把a變正的 那它就相當於是絕對值a嘛 那我們說絕對值a 當時有一個問題問你 它是a嗎 還是-a 還是正-a 那答案就是都不是 它不是a 也不是-a 也不是正-a 因為如果你 a是3的時候 絕對值3是3嘛 那你絕對值-3呢 它不是-3 可是我現在a是-3嘛 那你絕對值-3是3的話 你就不能說絕對值a是a 因為-3 a是-3嘛 所以它不是a了 它是什麼 那你說正的a 不是這樣講 我們要把一個負數 我已經知道它是負數了嘛 所以我把一個負數變成正的 就是多乘一個負號給它 不是 是-a 負在這個上面 這樣子 對不對 那 所以就是說 今天呢 這個絕對值 a 它不是a 也不是-a 那注意一點 它也不是正-a 因為正-a 代表正-a也可以 或者負-a也可以 那絕對值3它不是3也可以負3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們絕對值a 它是如果a是正的的話是a 如果a是負的的話是負a 所以我們就是要這樣寫 絕對值a會等於a 1負 a大於等於0 然後它會是負a 1負 a小於等於0 a-b 絕對值a-b 關號裡面 就絕對值裡面是正的 那它就直接是絕對值拿掉 有沒有 絕對值拿掉直接是a 我這絕對值拿掉就直接是a-b 如果我已經知道 裡面是正的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把絕對值拿掉 那這是建立在怎麼樣 已經知道裡面是正的 所以a-b大於0 我寫a大於等於b 等於也可以 那如果我知道裡面一定是負的 像上面這個這樣 我已經知道裡面是負的了 我還是可以把絕對值拿掉 但是給它一個負號 那這個時候它就變成 負的括號a-b 也就是負a加b 那我寫b-a 好以上 其實就是絕對值的姿勢就是這樣 可以說我們已經講完了 但是當然不是真的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來看看它實際上應用在題目裡面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先從最基本的來看 如果絕對值x等於3 x4 那這個很多人在國中就學過了 x會等於正負3 那我也不反對吸收這個 我所謂階段性的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絕對值x會是一個正數的話 那x就是那個正數加正負號 它會是對的沒有錯 它會是對的 但是你後續的使用要 使用的準確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我優先建議使用圖減的方式去思考 那個階段性的結論很多人隨便亂用 結果後來都一直錯 那在這裡呢 我們也是一樣從圖減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說 絕對值x前面講的是x到0的距離 所以到0的距離如果是3的話 往前加3往後 減3嘛 那你就會得到3或負3 所以沒有錯 答案是正負3 對不對 另外這個東西是x到0的距離 下面這個絕對值x加1如果等於2的話 求這個x是多少 那一樣我們可以使用剛才講的這個階段性的結論 但是要正確的用 有的人他就沒有正確的用 他想說2 那這個1的話 已經過去是-1那是1嘛 那正負1 那就不對了 所以說不是說 怎麼樣怎麼樣算完了反正加正負號 這樣是錯的喔 當作沒有絕對值 然後算 算完了加正負號 是錯的喔 怎麼樣才會是對的呢 就我剛剛講 絕對值某個東西 如果等於正數 裡面這個東西 可以說是這個正數加正負號 這樣用才是對的 那也就是說其實x加1啊 是正的或負的2 然後等號兩邊同-1 那注意喔 所以你要-1的話 要把正2-1或 還有-2也-1 而不是說就是反正 減了一個再加正負號 所以這個x就會等於 正2-1是1-2-1是-3 我們如果用剛才講的圖解的角度來看的話 x加1是x到什麼的距離 到-1的距離 在我問完你的時候 你最好可以按一下暫停喔 自己答一下它是到什麼的距離 然後你在書寫的時候 盡量都要寫這句話 多寫幾次它就會停留在你的腦袋裡 你真的斷考的時候你可以不要寫 但是在學的時候 讓自己把這句話多重複幾次 所以x到-1的距離是2的話 -1 你這個兩個都寫2 還是要寫加2-2沒有差啦 反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因為我們講距離是2嘛 寫一寫2也沒有不對 那所以這裡是這個1和-3 所以解出來是1和-3 到這裡有問題 利用這個最基本的題目呢 我們其實要來介紹 絕對值的討論裡面 還有可能會看到的兩種方式 那我剛才有提到 我最建議的是 剛才的那個圖解法 然後我也一定會希望 學生會的是分析法 可是大概知道怎麼做就好了 不能圖解的情況 我會跟大家講 那就一定要用分析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用這兩種方式 就是這道題目 x加1等於我剛剛那道題目 如果我今天用分析法的話 就是所謂的分析法 就是從這個定理出發 從這個定理出發 如果你今天絕對值裡面 我已經知道是正的了 那這個絕對值我其實可以直接拿掉 但是前提是這個絕對值裡面 我要知道它是正的 反過來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它是負的了 那我這個絕對值還是可以直接拿掉 但是裡面加符號 就整個圈起來加符號 那這樣子我也可以拿掉絕對值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知道它到底是正的還負的呢 我乾脆把它拆成兩組 你會大於等於0或會小於0 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對絕對值這個知識的熟悉 我可以跟你說 我說拆成兩組 大於等於0或小於0 按理來說 我們其實不太應該把等號兩邊都放 在邏輯上來說會有重複性 但是就是說 我們絕對值得了解 知道其實等於0兩邊都會成立 所以你兩邊都寫是對的 那我建議你們兩邊都寫 好 來看這邊 如果今天我知道關號裡面是正的了 那麼會怎麼樣呢 也就是說這個x加1會大於0 所以x大於-1 那我就把絕對值拿掉 我就得到x加1會等於2 所以x會等於1 如果我知道關號裡面是負的 我把絕對值拿掉的時候幫他補一個負號是 負的x-1會等於2 所以一向就會得到x-3 那你看解出來跟剛剛的答案是一樣的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其實做到這裡呢 分析法還沒有做完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你要檢查 你算出來的答案 跟前提有沒有符合 那如果不符合就不能要喔 因為 我能夠說這一題相當於在解這個 而解出這樣子的情形是建立在怎麼樣 我已經知道裡面是正的了 所以如果結果我解出來 會讓絕對值裡面是負的 那根本就不合理 所以我這個1有沒有大於等於-1呢 有好險 所以他就可以要 那這個-3也要去檢查前提 你會發現-3也是有小於等於-1的 所以這兩個都可以要 那這個就是分析法 那我們後面大部分的題目 我能夠用圖結法解的 我就只用圖結法解了 然後會留下一兩題用分析法比較 就是具有經典性的 再來為大家示範一下分析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第四個方法 同平方 同平方的話呢 就是我今天把原本的題目 絕對值x加1等於2 兩邊都平方了 那我就會得到x加1的平方等於4 有的人會把它拆開來一項 然後因式分解 這樣也可以啦 但是我們呢 解義文的這方人士不一定要因式分解嘛 我其實可以乾脆配方法 我已經配好啦 就那個等號兩邊再把平方拆掉 x加1會等於正負2 所以x會等於1或負3 x加1的絕對值等於負1 如果今天我用這個階段性的結論 我剛剛示範過一定錯的就是說 你把這個絕對值直接拿掉 然後加1過去是不是變負2 然後就想說那加個正負號好了 就變正負2 這是一定錯的 你應該是怎麼樣 你應該是說它會正負這邊這個 如果它是正的 那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負的欸 那如果你沒有留意到 你就把它加了正負號 然後x加1會等於正負1 你想說 反正就是真的都負的都可以嘛 那有差嗎 你就把它加了 這就錯了 這是錯的 那到底答案怎麼樣呢 簡單來說絕對值不可能是負的 所以這些答案是5解 這些答案是5解 那如果我們剛才用的是這個圖解法 我們會得到的是 x到-1的距離 是-1 那因為距離沒有負的 所以這個也會讓我們發現它是5解 等於說你用第一方法1的話 你要留意到你這個一定要正的 你用方法2的話 你要自己知道距離是不會有負的 那方法3的話呢 它是最穩定一定會對的 當然就是它麻煩 所以我們來用它很快的看一次 如果 x加1會大於等於0 也就是x會大於等於-1 那我會解出x加1會等於-1 也就是x等於-2 於是你會跟前提 比較 你會發現 它跟前提不符 所以它不能要 那所以方法3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有做這個檢查前提的動作 它是最正確的 一定會對的 然後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要這樣檢查 很多人他也不是說懶 他根本不知道 其實要檢查這個前提 那他還是有可能會錯 如果x加1 小於等於0 也就是x小於等於-1 那就會解出 絕對只拿掉 補一個負號 負的括號x加1 也就是負x-1等於-1 那你會解出 這個x等於0 這樣子 那結果你解出這個x等於0的時候 它也不符合 x要小於等於-1 所以 結果這個也不符 那就是說 這題無解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它真正的答案是無解 你如果把它同平方 那你會得到x加1的平方等於1 結果你開根號 你會得到x加1 會等於正-1 x會等於0或-2 同平方是我看過最容易錯的方式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 有的老師或者有參考書 他會用同平方的方式解題 那不是他們錯 老師都知道怎麼樣做才對 他都知道要檢查什麼東西 然後要避開什麼情況 那這個同平方很容易遇到的問題是他會增根 就是你把一個問題從一元一次變成一元二次了 一元一次一個答案 一元二次會有兩個答案 所以同平方會增根 所以它會導致你多了很多 不是應該你的答案 那老師就知道要怎麼避免這個情況 可是因為學生很多時候沒有掌握到 就會錯用 所以我就是說我比較不推薦使用同平方的方式 絕對值X加1會等於絕對值X減3 那如果你有一點點自信的話 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他的答案 好的 我們直接來看圖解法囉 絕對值X加1是X到什麼的距離 如果你看影片你手上沒有這個題目 至少拿張白紙來寫一下 我剛剛講這句話你多寫幾次 讓自己有印象 這個結構這樣子的敘述 X到什麼負1的距離和X到什麼3的距離 所以圖解尋找X到負1和到3的距離 相等的點會在哪裡 按個暫停看著這個數線想一下 數線上哪一個點到負1跟到3等距離 正中間 對不對 那3跟負1的正中間 加起來去2 1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是不是 機箱這裡 軟圓的距離 軟圓的丟圓的線路